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分享几个特别有效的练习 来提高你押音的控制力 学习口琴请到蓝调口琴网 更多丰富的课程请到微信搜索小程序口琴课 有了你的支持我们才能做得更好 嘿大家好我是张宏松 在Bloose口琴上押音技巧是一个非常非常核心的技巧 很多学习者也会卡在这儿 不能很好的往后面推进自己的学习 为什么呢 因为我发现很多学习者他在学习压音这个技巧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认知上的误区 比如说很多人认为 只要这个吸气压音 第三孔吸气这个拉 给它压出来了 那他就是掌握压音了 于是呢没完没了的在第三孔上压那个拉 甚至还没压准呢 就应用到曲子里边 就不好听对吧 压不准的时候 你肯定是不好听的 那其实这个不管是第三孔的吸气这个拉 还是说任何一个其他通过压音来做准的这个音 你要把它做准 这只是一个最后结果 这是什么结果呢 是你的口腔对于压音这个技巧的控制力已经到了 你的身体你的控制力你的机能到了 你才能把这个音压准 所以说我们学习压音实际上在不断的提升我们对于压音技巧的控制力 有没有 核心 关键词来了 就是控制力 如何提高我们对于压音的控制力 这是你要练习的一个主要的方向 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分享几个特别有效的练习 来提高你压音的控制力 首先第一个练习 我们用C调口琴 用C调口琴 我们细响第四孔 对吧 吸气 然后再压音 现在我们把它放在节奏里边 每一个音做成八分音符 一 二 三 四 换气 换气 OK 现在我们把这两个音反过来 先吸气压音再吸气正常音 还同样刚才的这样的八分音符的方式 换气 当你觉得自己掌握的还算不错的时候 你可以慢慢加快速度 OK 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练习 对吧 然后第四孔练好之后 你可以把它推广到其他的孔 一二三四五六的吸气压音都可以做 比如我们从第一孔开始 分支 一样的 当你在把这个一到六孔的吸气压音结合起来去做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口腔在不同的音孔上压音你的口腔的内的这个变化是不一样的 要仔细体会这种变化 你甚至可以每一个孔只做一个练习 只做这个一次这个压音练习 然后把多个孔一到六孔结合起来 就像这样 同样刚才这个练习可以 我们应用在吹气压音上 七八九十的吹气压音 比如第八孔的压音 或者第九孔 第十孔我就不再复述了 还可以把它集合起来 OK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八分音符 正常吹气或吸气音和压音的这样的一个组合的联系 接下来我们可以把第一条练习给它做一个更快速的拓展 我们把这个正常的吹 正常的音和压音都做成十六分音符 能让我们从第四孔吸气说起 吸气然后吸气压音 再吸气再吸气压音 第四孔 反过来做先做吸气压音再做吸气 换气 换气 同样可以推广在所有的孔 我就不再复述了 大家可以试一试 好 现在我们看下一个练习 仍然是从第四孔吸气 正常吸气音和吸气压音说起 我们把它做成三连音 怎么做呢 仍然是先吸气再压音再吸气再吸气压音 但是我们要做成吸吸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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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 先用慢速做 然后你可以慢慢加快速度 以第四孔吸气为例 你可以推广到一到六孔 我就不再复述了 同样你还可以把它平移到吹气上去做 比如说吹气第八孔 接下来这个练习仍然是一个三连音的练习 设计到了相邻的两个孔 以第四孔为例 我们先听一下是怎样 是这样的 三连音对吧 它是先吸气压音 然后吸气第四孔 然后再吸气第五孔 设计到四孔的五孔 你可以开始的时候速度不要那么快 慢一点 先把三连音做准了 然后慢慢加快速度 同样你可以应用在所有的音孔上 比如说第六孔 比如说第三孔 第二孔 第一孔 然后在这个练习技术上 我们在做一个延伸 我们仍然做 涉及到两个孔的这样的三连音 是这样的 以第四孔吸气为例 是吸气第四孔 然后吸气第四孔压音 然后再吸第三孔 那这两个练习都可以推广到所有的孔上 包括吹气压音 比如说第八孔 好 大家刚才听到了 我把这两个结合起来了 这就是我们下一条的一个练习 下面我们将前面这两个三连音的练习 结合起来 我们听听什么效果 以第四孔为例 先从第四孔到五孔 再从第四孔到第三孔 OK 你可以慢慢加快速度 但是速度快一点程度的话 我们这个打拍子就来不及了 太快了 对吧 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把这种六连音 就是一个拍子里边六个音 一二三四五六 一二三四五六 就是一拍之内 我们把刚才这两个三连音合在一块 都做出来 在一拍之内有六个音 那就是六连音 像这样 你可以把它衍生到所有的孔上去进行 比如说第六孔 第五孔 第四孔 第三孔 第二孔 然后甚至高音区 比如第八孔 第九孔 OK 刚才给大家介绍了 分享的这几个练习 是帮助大家 如何快速的提升自己的压音的机能 或者说你的控制力的 以这个为目的的这样的几个练习 但是话我说回来 技巧本身它并不是音乐 你只有把技巧放在音乐当中 用技巧去表现音乐 这个技巧它是有意义的 对不对 所以在这儿我不得不提 有很多学习者存在一个误区 号称拿到琴之后 小白拿到琴之后 一周甚至更短几天 还有更邪乎的 开箱什么就超吹了 什么掌握压音了 可能你掌握了吧 但是你能拿它演奏音乐 那才是有意义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进行大量的 在音乐当中进行练习 去应用这些技巧 这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对不对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想 学好压音的话 我给大家推荐一套课程 我在微信小程序 口琴课当中做的有一套课程 叫做三十关三十列 掌握压音技巧 从第一关开始循序渐进的 每一个每一刻 我们都有很多练习 这些练习涉涉及到了不同的风格 尤其是不如此音乐风格 让你一步一步的 把所有的压音形式 压音表现方法全部掌握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 OK 祝你早日掌握压音